嗨 我是孫晴月 漫畫在世界的各個地區、國家都有不同的表現手把 而日本漫畫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之一 其實日本早期的漫畫跟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完全不一樣 最早的日本漫畫幾乎都是以四格漫畫或是以連環畫的方式來呈現 在題材上不只有相當大的限制 也無法脫離小品的範疇 不過直到某一個傳奇漫畫家的出現 他使用了拍攝電影的概念與技巧應用在漫畫之中 讓漫畫的表現方式產生了爆炸性的改變跟突破 他不只重新定義了漫畫 在漫畫的發展歷史中也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 甚至還貨班達成國家性攻擊的薰三等瑞寶章 而作為開拓者的他 已成創作了超過455部的作品 題材類型囊過了科幻、懸疑、歷史、傳說、文學、醫學、音樂、宗教等等領域 豐富多樣又大膽前文的內容 影響了之後數也數不完的後期之休 他的相關漫畫作品累積銷售量更是早已突破意義側 可以說如果沒有他 漫畫或許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這名被尊稱為日本漫畫之神的漫畫家就是 首種之蟲 今天我們來聊聊他的故事 位於日本經濟地方的大阪府 是日本水路交通的樞紐中心 全年氣候溫和不常下雨 可說是安居樂業的伏二首選 1928年的11月3日 大阪府的封中市誕生了一名男孩 他便是本名首種制的首種之蟲 首種生長在一個無人家庭中 除了父母以外 身為長男的他 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及妹妹 由於是在醉意明治天皇誕辰的明治皆出生 所以父母便將他的名字取為智 1932年 首種之蟲的祖父離開了人世 為了不要讓祖父的宅邸遭到荒廢 經過一番商討過後 首種之蟲便在5歲的時候 全家搬到了祖父的住處 也就是冰庫獻穿邊境的小冰村 而當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日本的企業家小林一三 為了增加電車的乘客量 所以打算在小冰村這片田園風景之中 進行新住宅區的開發活動 作為吸引觀光客的噱頭核心 便是將這裡當作 寶種少女歌劇團的根據地 建造了寶種新溫泉 以及寶種遊樂園等等的度假設施 於是 在這片原始自然的風貌之中 慢慢開始出現幾座 近代都市風格的人工風景 雖然有些迴和與衝突 但對於年紀小小充滿好奇心的首種之蟲來說 簡直就像來到了異世界一樣有趣 而首種之蟲的父親 也成為了寶種飯店中寶種俱樂部的會員 時不時便會帶著收種前往寶種飯店的餐廳用餐 喜愛欣賞表演的母親 則會帶著首種去觀賞寶種少女歌劇團的演出 除此之外 當時首種住家隔壁的鄰居 便好巧不巧的是寶種少女歌劇團的頭牌明星 除了平時會有許多打招呼的機會外 也經常能看見他們作為監護人 帶著想要進入寶種音樂學校就學的女兒 前去參派神社祈求保佑的身影 也因為如此 首種初戀的對象正是寶種少女歌劇團的學生 他曾經為了一親方則而多次往返寶種大劇場 這些與寶種少女歌劇團女性接觸的經歷 以及經常出入寶種度假村的童年回憶 都大大影響了首種之蟲特有的價值觀 不但讓他從小就對戲劇以及演戲相當有興趣 更是影響了他日後諸多作品的世界觀 1935年 寶種進入了吃甜師飯小學就讀 由於母親是東京出生的關係 所以寶種幾乎聽不懂也不會說禁忌的方言 當身旁的同學都在說著方言時 寶種只能在一旁默默發呆 也因為語言不同的原因 從小學二年級開始 寶種在班級中顯得格格不入 甚至遭受欺負成為了被捉動的對象 不但被取了難聽的綽號 同學甚至還會一邊唱歌打拍子 一邊嘲笑他 每當這個時候 寶種都只能無能威力地默默哭泣 而幸好 在這段不開心的童年時光裡 有一項興趣拯救了他 那就是畫畫 從有記憶以來 寶種之寵就相當喜愛那隻畫筆在紙上塗塗畫畫 並且習慣把所見所聞都模仿畫下來 天賦與興趣的雙重加乘 讓他在繪畫構圖的表現上 已遠遠地將童林人甩出了好幾條街 並且寶種也非常喜歡看漫畫 當時他最為癡迷的辨識 田河水泡的野狗小黑等作品 甚至為了能看到田河水泡的小型的大將 而不惜動用零用錢 去購買有刊載這篇漫畫的少國民新聞 小學三年級時 受眾猶豫留著一顆和尚頭 所以便以和尚頭的形象作為主角 創作了人生第一部漫畫作品 《彬彬生醬》 並在這之後 投入了更多時間與心力在漫畫的練習上 而在小學五年級時 還完成了長篇作品《指納之夜》 這部作品不但大受歡迎 在同學之間瘋狂傳閱 甚至在校內的老師之間也掀起了話題 也因為漫畫 手中的學校生活發生了改變 就算上課不專心再偷偷畫畫 老師們通常也不會阻止他 默許他的創作行為 並且周遭的同學們也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從一開始的看不順眼 變成了超級崇拜 而當初那些欺負手中之蟲的巴林仔們 一開始雖然都是以漫畫為目的 跑去手中之蟲家串門子 但在跟手中相處的過程中 也逐漸被他的才華所折服 從此 再也沒有人看不起手中之蟲 巴林事件也再也沒有發生過 甚至在他慶祝會那天 家裡直接來了20米以上的朋友來幫他祝賀 透過漫畫 手中自從認識了許許多多的朋友 透過創作 他更是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與價值 而這個時期 手中最要好的朋友 便是他的一位同學 這名同學叫做石原石 在最初手中被大家欺凌的時候 只有這個石原石願意當他的朋友 也因為受到石原石這個朋友興趣的影響 讓手中對科學 天文學等等的領域開始接觸 而其中最讓手中沉迷的便是昆蟲了 手中的家裡有一座廣大的庭院 本來只是作為遊樂的場所 但自從對昆蟲感興趣之後 手中才發現這裡根本就是一個超級大寶庫 周遭未受到人工開發的田園地貌 更是造就了多元又豐富的昆蟲生態 可以說是採集昆蟲最為適合的場所 沉浸在如此的環境之中 讓手中對昆蟲的喜愛更加深了好幾個層次 再加上看過朋友借給他的昆蟲圖鑑 原色千種昆蟲圖符後 手中第一次認識了名叫 Osamushi 的步行甲蟲 因為與自己的名字 智、Osamu 發音類似 手中便乾脆將代表昆蟲的蟲字 與原本的名字結合 開始使用手中智蟲這個筆名 時間來到1941年 手中智蟲在小學畢業之後 進入了大阪府里北野谷中 礙於時事所必 這個時期的學習教育開始犯起濃厚的軍事色彩 算在小學時畫漫畫這件事情深受同學與老師的支持 但國中的狀況卻完全不一樣 在負責軍事訓練的教官眼中 畫漫畫根本就是一件浪費時間與毫無意義的事情 所以每當教官發現手中寧願把時間拿來畫漫畫 也不願意多花點心力訓練時 總是會用兇狠的口氣警告他 甚至會動手提罰他 不過有看不順眼手中的人 當然也有支持與肯定他的人 每當手中因為漫畫的事情而被教官責罵時 當然他美術老師的鋼倒雞郎總是時常袒护他 虎蘭教官說這是他給學生的作業 也幸好這位老師的幫助 讓手中之寵的創作之路 沒有因為時事所迫而受到阻擾 當然喜愛畫畫的人 絕對不只有手中之寵一個人而已 透過漫畫作為媒介 手中也收穫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甚至一群人煞有其事的成立了動物同好會 並且由手中之寵負責同好會會看的漫畫創作 發行了漫畫刊物《動物的世界一》 除了動物之外手中之寵當然忘不了自己最喜愛的昆蟲題材 創作了諸多例如《昆蟲戰線記》 《昆蟲的紳士》等漫畫 甚至搞出了一本手中版的《昆蟲圖鑑》原色甲蟲圖譜 並且幾乎包辦了當中所有的插圖繪畫 而此時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中的時期 大戰影響了國民教育體系 國家為了讓學生能盡快畢業縮短了休業年限 1945年3月手中之寵國中畢業 踏入了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在之前很多部介紹漫畫家的影片中有提到 對於從小就志向成為漫畫家的人來說 B學歷並非一件稀奇的事 倒不如說有許多人是國高中畢業後 就直接進入了漫畫界 不過在當時而言 成為漫畫家通常不會被視為一個未來出路的選項 原因無它因為這個時期的漫畫 在商業領域是相對小眾的存在 陳男來說就是很難單靠畫漫畫養活自己 所以即使非常喜愛漫畫也熱愛漫畫 甚至創作了諸多作品 但手中志從其實並沒有將成為漫畫家視為目標 而為了能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手中志從姑且還是以升學為第一順位 報考了就志浪速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 不過雖然報名了考試 但手中的心思卻完全沒有放在硬考上 依然幾乎一天到晚畫著漫畫 也因為如此 考試成績最終已不合格高中 雖然因為落榜而感到有些氣餒 但轉念一想 這樣不就更多空閒時間可以畫漫畫了嗎? 似乎也是個不錯的結果呢 嗯 事實證明天下並沒有這麼爽的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為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 日本政府實行了名為學生動員的政策 強制召集國中儀仗的學生 去協助軍需產業或糧食生產的工作 手中自然是躲也躲不掉 在同年的6月便被派去防空少戰 寫出監視與報告等等的軍事事務 而手中當時心想著 雖然被派來軍事單位幫忙 但畢竟只是個少戰 自己基本上也只是個學生 應該不會遇到什麼危險的事情吧 哼 等到這場戰爭結束後 自己一定要回老家畫漫畫畫到爽 只能說Flag這種東西真的不能亂例 在手中剛到負責單位沒過幾天 就遭遇了美軍所進行的大阪大空襲 即使知道目前正處於戰亂世界 但畢竟也沒真正上過戰場 對於戰爭這一次 也一直抱持著曖昧模糊的印象 直到聽見空襲警報響起 看見漫天的燃燒彈從天空墜下的畫面時 手中才真真切切地意識到戰爭的可怕 在巨大的爆炸與轟命聲中 幸運的他最終從這場空襲存活了下來 在這一次實驗過後 手中便閉門不出待在家裡 專心地畫著漫畫 就算會被打死 也絕對再也不去軍工廠 即使真的沒辦法 必須要露個面 他也只是偷偷地躲在機器後面 而這段時期也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手中的朋友曾跟他說 你既然有在畫漫畫 那就光明正大地發表出去吧 但是要發表可沒那麼簡單 畢竟教官與廠長可是一直在監視著大家 而為了躲避他們 最由手中與朋友討論出的妙計便是 把漫畫貼在員工廁所裡 覺得自己實在有夠聰明的手中 立刻就執行了這個計畫 每天一大早就偷偷跑到廁所 把前一點的漫畫替換下來 但手中後來卻發現 每天替換時總會有好幾張原稿消失 他才意識到大概有人拿去當衛生紙了 於是他開始改用硬邦邦的紙來作畫 不過取而代之的 卻是原稿上開始出現茶色的污渍 這個廁所連載的計畫 最終還是只能以腰斬告終 由於經歷過了這場大戰 並且也親自體會到空襲的可怕 讓手中體悟到了生命的脆弱 於是他默默下定了決心 決定朝著救人的方向邁進 1945年7月 手中自從參加了大阪帝國大學附屬 醫學專門部的考試 在經過了充分的準備之後 如願獲得了入學的許可 成為了一名醫學系的學生 雖然醫學系的課業相當繁重 但手中也成為放下對於畫畫的執念 依然會利用有空的時間進行創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社會上普遍充滿了第一名的氣氛 手中認為正因為是這種時期 大家更需要一些娛樂來排解心中的情緒 幾番思考過後 手中決定要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於是從之前完成的諸多作品中 挑選了一篇名為《幽靈男》的長篇漫畫 並且將作品投稿到了每日新聞的學藝部 不過不知道原因為何 這次的投稿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的手中自從 覺得被狠狠打了臉 不過上帝為你關了扇門 就會幫你開一扇窗 當時手中住處隔壁的女性鄰居 正好就在每日新聞的印刷部上班 特務證明有人的牽線 手中認識了在邵國民新聞學藝部的工作人員 而這個時期的漫畫家可以說相當稀少 所以在發現有這麼一名潛力猩猩後 該名工作人員可說是相當樂不可知 於是受到真誠肯定的手中自從 便在大版版的《邵國民新聞》上 開始了四個漫畫《小馬日記》的連載 描述了還沒就讀小學的小馬 與朋友們的各種有趣日常故事 這部作品不但可以視為出道之作 更可以說是職業漫畫家 手中自從誕生的瞬間 而這值得今年的第一次連載 讓手中在報紙發售的前一天晚上根本睡不著 一夜沒何夜的他 在早上6點就直接衝到車站的報攤 結果店家才說報紙根本還沒送來 好不容易在寒風中等到了8點 結果報紙還是沒送到 手中決定乾脆直接搭電車到下一站買 結果下一站也沒用 於是他又再打了一站 結果這一次是報紙居然已經被搶購一空 又氣又餓又冷又快蓄脫的手中 決定乾脆直接跑到大阪的報社 最後才終於買到了三份少國民新聞 心滿意足的看著自己的作品被印刷了出來 有趣的是 當時少國民新聞的主編 在看完手中的原稿之後 曾詢問手中是否有想成為漫畫家的打算 結果手中二話不說的就否認 表明自己想當小兒科醫生 對於手中的反應 主編只是邊笑邊回應道 當醫生很不錯啊 你之後可以在藥帶上畫漫畫 這樣為了看後續 即使病人康復了後 還得來買藥呢 呵呵呵呵 主編你好幽默 而在正式刊載作品之前 新聞甚至提前刊登了預告 特別強調手中的連載 是並非至今為止那種粗糙的漫畫 主打該作品並不是一直以來的那種 戰役羔羊的題材 並且在作者介紹的地方寫到 作者手中之重跟大家一樣 只是個留著圓滾滾小光頭的19歲青年 明明只是個毫無名氣的新人 卻能享受到如此規格的事前宣傳 即使放到現在 也幾乎不會看到這種突破常規的待遇 而《小馬日記》這部作品 雖然有著地區性的限制 卻依然博得了相當的人氣 根據記載 甚至有被當地做成玩偶及臨時糖果 等等商品的紀錄 時間來到1946年 手中之重因為看了同仁之漫畫面後 大受感動 因而跑去拜訪 發行此漫畫的單位漫畫書院 並且透過編輯的介紹 在漫畫面的例會上 認識了漫畫家酒井七馬 在相談盛歡之後 酒井七馬突然丟出了一個提案 我想創作一篇長篇故事漫畫 我出點子 你來畫圖 我們來合作一本長篇漫畫如何 對於這個邀約 手中雖然感到受寵若驚 但更多的是驚喜萬分 可以說是求之不得的邀請 而名義上雖然是兩人合作的企劃 但其實酒井七馬只負責 規劃了一個大概的初行 剩下的部分全部交給手中之蟲 自由發揮 原本就創作欲望深的手中 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以酒井的構成為基礎 最後直接完成了一本 厚達200頁的長篇漫畫單行本 當時的手中萬萬沒有想到 這部因為興趣使然 並且加入了諸多實驗性質的作品 不但大受好評 甚至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漫畫熱潮 更是成為了戰後日本漫畫的起點 從此改變了漫畫的表現手法 這部漫畫就是 新寶島為究竟七馬當然原作構成 手中之蟲負責作畫的漫畫作品 於1947年4月1日 由育英出版進行發行 本作以英國小說 經營島為參考 描述了少年從王富留下的書籍中 發現了一張寶島的地圖 並且與身為父親友人的船長 一同出海踏上了尋寶之旅的故事 星期設計上 融合了泰山及魯賓遜漂流記等故事元素 雖然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只是一部簡單至極的冒險故事 但在當時的年代 卻是一部畫世代的神話之作 1940年代普遍來說 每期的漫畫大約只會有4頁左右的篇幅 但新報導卻直接突破常規 直接以厚達200頁的篇幅發行為單行本 打破了一直以來 人們對於漫畫簡單短小的刻板印象 並且對於當時的年輕人來說 這種有如畫在移動一般的體驗 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震撼 也促使了一漫畫家為志向的讀者大幅度的暴增 例如藤子伯二雄 石之森張太郎 千葉徹迷以及眉土義雄等等 而另一方面 手中也活用電影中學到的分金及運鏡手法 將革命性的技法導入了作品之中 完全改變了從今以後的漫畫風格 漫畫評論家夏目房之介就曾評價到 手中的漫畫改變了畫格的閱讀方式 在此之前的漫畫閱讀方式都是 在一頁之內 從右側開始 從上到下依序配置畫格 然後再依序往左 再從上讀到下 雖然方便閱讀 但卻大大限制了分鏡的方法 為了讓讀者不會適應不良 手中巧妙地調整分鏡畫格的分配 並引導讀者閱讀的視線 也將漫畫初期登場角色的畫風 設計得更加記號化 並且運用線條的微妙變化 來強調人物造型及表情的變化 也明顯增加了注入效果線、漢言、擬聲詞等等的漫畫記號 透過這些表現手法 來擴展能畫出更加錯綜複雜故事的可能性 而圖像記號化的普遍畫 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好處 那就是讓即使沒有學過畫畫或畫技不驚的人 也能透過妥善運用表現記號 來降低創作漫畫的門檻 進而實現無論是誰都能畫漫畫的環境 重點是上述提到的圖像記號化以及系統的發展 讓漫畫的製作上更容易達成平行作業的分工化 也讓漫畫家能夠僱用助手來協助作畫 事實上 最初導入助手制度這一項企業化模式的人 正是手中之重 透過助手制度的導入與普遍化 不但提升了作畫的效率、穩定的品質 更提供了立志成為漫畫家的新手們 能有近距離觀摩學習的機會 新寶島在一推出後 便震驚了整個社會 最終達到了40萬本的銷售量 成為了生命遠播的暢銷之作 不但達成了在當時可說是不可能的壯舉 更是掀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漫畫熱潮 在透過新寶島掀起蜂巢之後 手中也搭著這輛順風車 在兼顧學業的前提下 陸續以單行本的形式發表了好幾篇漫畫 例如以地球作為舞台的科幻漫畫 《儀式的世界》 瞄著人類因過度發達的科學而自取面亡的大都會 或是與全兩部漫畫 合成手中早期SF三部做的《未來世界》等等 有趣的是 畢竟事業做得很大 所以手中的副業 不但家人知道 同學知道 教授當然也知道 雖然讓手中無法專注於課業上 但因為各個研究室 時常會找他幫忙畫一些模型圖 組織圖或肖像畫 所以教授們姑且是抱持著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眼態度 而即使已經開始進行臨床實習 手中的心思依然全部放在漫畫上 當有病人在自己面前坐下來 手中第一個衝動就是想把對方畫成漫畫角色 有時候看成過程中腦裡會突然湧出絕妙的靈感或創意 手中便會一邊忍不住的竊效 一邊隨手拿起病例表瘋狂記錄 手中曾不好意思的說 恐怕從患者的角度來看 自己更像一個奇怪的病患 不過鞋鋼青年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為幾乎把時間都投入在漫畫創作上的關係 讓手中的學業成績遭遇了嚴重的危機 其對學分的難度直接上升成地獄模式 讓手中不得不放棄同時兼任一頁與漫畫兩份工作的想法 而就在手中與現實跟理想中拔河的時候 教授直接約談了他並對他誠實說道 你就算真的當上醫生 八成也只會是個用意 搞不好還會一死五六個人 為了世人著想 你還是趕快放棄從醫去當漫畫家吧 而當時母親也給了手中意見 就照你喜歡的道路前進吧 讓手中終於撇除雜念 拿出了覺悟 決定專心致志地以職業漫畫家作為目標 不過就算已經放棄了從醫的打算 但也不代表要申請退學 畢竟都砸了這麼多錢 也花了這麼多時間跟心血 不拿出毅力撐到最後也是對不起自己 最後在咬緊牙關 挑燈夜戰一段時間後 終於在1951年的3月順利畢業 成為了在醫學專門部 廢紙前最後一屆的畢業生 隨後在大阪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實習了一年 並於1952年的3月 成功通過國家醫師考試取得醫師證書 也因為持有醫師資格的原因 手中在之後的自傳作品 《我是漫畫家》中也提到 我的本業其實是醫生 副業才是漫畫家 不過每當他這樣說 身旁的人都會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 完全沒有人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就是了 而在這段時期 手中也創作了許多漫畫 並持續地將作品投稿到東京去 他的第一志願是以講談社為目標 但有可能是題材或畫風部和編輯部的胃口 總是屢遭拒絕 不過雖然講談社不予採納 手中依然獲得了其他出版者的青睞 在經過好幾部單篇作品的創作之後 他收到了新創感雜誌 《少年少女漫畫與讀物的邀約》 於是便在1950年4月號至12號上 開始了最初的連載 《老虎博士的真旅行》 並且在吸收第一次連載的經驗之後 與同年的11月 在學童社的雜誌漫畫少年上 展開了下一部的連載 這篇漫畫不但是手中志從的首次改編動畫畫作品 也成為了由日本製作的首部彩色電視連續劇動畫 這部作品就是 森林大地 森林大地為手中志從創作的漫畫 於1950年11月在漫畫少年上開始連載 故事以非洲的叢林為舞台 以白獅子立有一家三代為中心 以及為了搶奪月光時的人類方的冒險故事 森林大地的原稿原本有將近1000頁 原本是想畫成大和劇等級的長篇故事 但愛與出版社的要求最後只能減肥到300頁 算頁數減少了許多 但手中內心開始想盡量塑造出龐大的世界觀 於是便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看遍了圖書館裡有關非洲的所有資料 由於當時人們對於非洲的認識還非常片面 大約就是停留在泰山電影的程度 能講得出口的國家 大概也只有埃及或伊索比亞之類的國民 所以為了忠實還原 耗費了手中相當多的時間及經歷 而森林大地 手中原本是想直接作為單行本的形式創作 但是前往東京時偶然拜訪了學童社 也因此認識了當時的編輯長加等千一 加等千一相當欣賞手中的才華 在平穩故事的構想以及操考後 加等千一認為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發展性 便說服他說 既然要畫就來雜誌上連載吧 而連載剛開始時 雖然只有四頁的篇幅 但從第二回開始 並連同封面後備頁增加到了十頁 編載過程中 最多甚至高達了一回十六頁的長度 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漫畫少年的當紅招牌之作 在此之後 手中也從單篇漫畫的單型本 轉變為在月刊漫畫雜誌上進行創作的模式 本作無論在大人還是小孩之間 都有著相當高的人氣 不但四次被改變成電視動畫 在澳洲、美國、歐洲、中東、阿拉伯等世界各地廣為流傳 還推出過不止一部的電影 當中的主角白獅子利歐 甚至被作為職業放窮隊 奇遇西武士的吉祥物象徵 在作品認知度方面 可說是一部跨越時代的經典作品 當然 手中志從不可能甘於一次只創作一部作品 沒錯 早在這個時期開始 手中就屬於多產型的漫畫家 他會在複數的雜誌上進行多部作品的連載 甚至可以說 幾乎是每一本少年漫畫雜誌上 都能看見手中作品的聲音 而其中的一部漫畫 不但探討了人類與機器人相處的議題 甚至帶領了讀者去反思 機器人是否有新這個哲學問題 也被視為除了森林大地之外 手中志從最具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這部作品就是 《原子小金剛》 《原子小金剛》為手中志從創作的科幻漫畫 於1952年在光文社的漫畫雜誌《少年》上開始連載 以21世紀的未來威舞台 描述了以原子力作為動力 擁有人類感情的少年機器人小金剛 為了人類的福祉而活躍的故事 日文標題 《鐵紫瓦阿托姆》中的《阿托姆》 即為英語中的《Adam》也就是原子的意思 而英文版的名稱則改為《Astro Boy》 意思為《宇宙男孩》 充滿魅力的未來世界觀加上善良可愛戰鬥力高強的主角 讓《原子小金剛》在連載開始沒多久後就收穫了廣大的粉絲 並且在1963年被改變為黑白電視動畫 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同時也是日本第一部時間長達30分鐘的電視動畫系列 不但在播出後獲得了高達27.4%的平均收視率 更在之後被翻譯成英文版本 行銷到世界各國 令人震驚的是 《原子小金剛》曾被外國人視為一部第一集作品 因為某些工作上的失誤原因 手中與紐約一家銀行的分店店長進行了會面 銀行店長一看見手中 劈頭就直接問他 《那個Astro Boy》是你畫的嗎? 原本以為對方是想要簽名之類的手中反射性的點頭承認 沒想到店長卻厭惡地說 《我才不讓我的小孩看那種節目》 《太糟糕了》 由於這個反應太出乎意料 手中便疑惑地追問原因 才知道對方認為故事太過殘酷 而且還有鬥殘殺的畫面 不甘心的手中跑去了NBC電視台詢問 才發現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一直這麼認為 手中當時還與電視台的工作人員辯解到 大力水手明明也超級暴力 為什麼就沒關係 結果再度遭到對方打臉 亞裔日本的漫畫家 竟然拿大力水手來當模範 讓他們感到太過遺憾 舉例來說 對於NBC電視台而言 既然機器人會說、會笑、還會握手 那就必須將他們視為人類來看待 動畫第一集 天馬博士把小金剛買到馬戲團的橋段 根本就是人口販賣 甚至賣的還是自己的兒子 而抓捕野狗來進行生化改造的情節 也被認為有為愛護動物的精神 聽完這些吐槽後 手中才知道 許多對於日本國民來說習以為常的事情 若是放在不同國家文化內容下 可能就會發生180度的態度轉變 如果讀者或觀眾因為國民性的差異 在體會到作品的有趣之前 就先被勸退下跑的話 那就實在太可惜了 這次的事件 讓手中在之後的創作上 也更加考量到同理心 以及多元文化的差異 而在原子小金剛電視動畫元氣 爆棚到最高點的時間點 身為作者的手中 對於本作也有了不一樣的感觸 手中曾在雜誌專欄中坦承 原子小金剛對他來說 是自身最大的失敗作 是他為了金錢及名譽才創作的漫畫 這段自白曾經在讀者之間 引起了一陣討論與爭議 但無論手中如何否定這部作品 原子小金剛所造成的正面影響 卻是無庸置疑的 事實上 現在日本的許多機器人工程師 就是因為在年幼時期 接觸了這部作品 才啟發了他們以機器人技術人員 為目標的志向 從模擬層面來說 在日本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上 本作提供了無法忽視的巨大貢獻 在1950年的森林大地 以及1952年的原子小金剛之後 手中志從也繼續保持著視窗多開的模式 在1953年推出了下一部漫畫 因為手中在經歷了前兩部作品之後 就無法達成什麼厲害的壯舉了嗎? 不 那你就太小看漫畫之神了 這部作品不但以超越時代的展現內容 驚艷了女性讀者 更成為了少女向故事漫畫的先驅 達成了漫畫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這部漫畫就是《斷代騎士》 斷代騎士又成為藍寶石王子或寶馬王子 為手中志從創作的奇幻漫畫 於1953年1月 在漫畫雜誌《少女club》上開始連載 為首度採用故事模式的少女向漫畫作品 故事以類似中世紀的歐洲為背景 描述一樂園王國的公主藍寶石 同時擁有著男生與女生的內心 除了扮演著男女的雙重身份外 藍寶石還會戴上面具以歡迎騎士的身份打擊犯罪 而本作作為少女漫畫而言 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元素 便是普遍被視為戰鬥美少女首次登場的作品 並且蘊含了注入變身、cosplay、傲娇等等的夢要素 前面的故事有提到 手中從小就受到了寶寶歌劇團非常強烈的影響 而那段經歷也融入了往後的作品中 事實上本作的主角藍寶石 就是以前寶寶歌劇團的女演員 彈倒千情為原型 當時身為彈倒大粉絲的手中 偶而看到了彈倒飾演男性角色的舞台劇 這種可男可女的演出風格 給予了她相當大的靈感 因而誕生出藍寶石這名角色 甚至在之後改變為電視動畫的時候 為藍寶石配音的聖幼泰田淑子 都是寶寶歌劇團的前團員 由此可見 手中與寶寶歌劇團的緣分之深 而1953年除了是手中創作出《斷代騎士》的年份外 也是一個充滿歷史意義的年份 搬到東京後 手中是佔居在新宿區某間蔬果店的二樓 但因為經常有出版社的編輯頻繁出入 而讓蔬果店的老闆相當困擾 於是在漫畫少年編輯長的介紹之下 手中便搬到了東京西北部豐島區的長盤莊 並且在這之後 也陸續搬進了慕名而來的 《死典伯雄》、藤子伯雄等人 雖然在多年之後 長盤莊成為了漫畫家的聖地 但撇開這些不看 長盤莊就只是一間偷工減料到極致的破房子 到底有多破爛呢? 根據手中本人所說 只要有風從最外側的房間吹進來 就會透過各個房間的縫隙 直通到另一側的房間 與其說是通風良好 不如說根本就是自備空調循環系統 完全就是一家烤肉萬家鄉 只要有住戶在房間煮咖哩飯 那所有房間都會被強制一起聞香 每當遇到這種狀況 手中都只能強忍著機場陸路 根本就是另類的精神修煉 也因為同時連載多部人情漫畫的緣故 讓手中自從在1953年關係富豪排行榜中 登上了畫家類別第一名的寶座 有趣的是 跑來取材的新聞記者們 看見賺了超多錢的人氣漫畫家 居然住在這種看起來破破爛爛的木造雙層公寓裡時 每個人都直接呈現傻眼狀態 在看見記者們的反應後 才讓手中意識到 即使自己不在意也沒興趣 但為了讓房客留下好印象 享受到來者時刻的接待感 那勢必還是得在房間內放一些值錢的東西 於是手中便開始大量購買昂貴的高級品 例如高級教大床 才剛普及的大型電視 雙聲道音響等等 甚至還擺了一台鋼琴 不過衝動購物的結果就是 東西太多 房間太小 讓手中只能頭擺桌子底 腳放鋼琴下才能睡覺 而為了追求更優質的創作環境 手中在1954年10月離開了長盤莊 並且將原本自己所居住的第14號房 讓給了藤子博兒熊兩人 雖然手中的離開 讓剩下的房客有些寂寞 但在這之後又陸續搬進了 石之森、張太郎及赤種、博兒福等人 讓長盤莊在某方面來說 成為了人氣漫畫家與他們的產地 除此之外 手中也從這個時期開始 便大力推薦長盤莊的漫畫家們 一定要沒事多看電影 畢竟只有持續的吸收新知 才能繼續產出讓人能有所共鳴的精彩內容 手中便曾經說過 不論平時多忙多累 自己每年不論如何 都一定會至少看365部電影 在森林大地完結之後 為了填補在雜誌漫畫少年上的空位 早就已經有所想法的受眾 便立刻展開了下一部新連載 這是一部探討了生與死議題 以及充滿反思與哲學意味的作品 火之鳥 火之鳥為受眾之重創作的冒險漫畫 於1954年7月在漫畫少年上開始連載 故事中登場了相當大量且形形色色的角色 描述了追尋著不勞不死宇宙生命題 火之鳥的眾人們 為了各自的理由賭上生涯的各種煩惱 憂愁、痛苦 以及他們那被殘酷的命運所玩弄的人生 火之鳥的時間緯度橫跨了各個時代 從古代、現代一路進展到遙遠的未來 故事舞台也不侷限在日本 甚至突破了大氣層 擴起到宇宙的其他星球之上 手中創作了規模宏大的世界觀 探討了生命的本質、人類的業障等議題 並且在故事的安排上 可以不遵照線性發展的時間軸 而是以過去及未來相互交錯的形式呈現 而在眾多的創作之中 火之鳥對於手中來說 是一部意義非凡的作品 即使中間多次更換了連載的平台 但從作為漫畫家活動的初期開始 手中便一直持續連載這部作品直到晚年 可以說火之鳥這部漫畫 是被手中視為必稱事業的一部作品 而本作中獨特的思想 也影響了之後的許多漫畫家 並且改變成數量眾多的影像、動畫 以及廣播劇 而上述所提到的幾部作品 雖然都具有深刻的意涵 也融入了眾多的議題 但其本質上 其實還是偏向兒童像漫畫的範疇 對於一名當懷中 充斥著各種想法的創作者來說 手中會就這麼干預 只創作兒童像的漫畫嗎? 當然不會 在連載多部人妻兒童漫畫的同時 手中也在1955年 開始在成人像漫畫雜誌漫畫讀本上 發表了諸如《第三帝國的崩壞》 《昆蟲少女的流浪記》等奏品 畫風上一改先前的圓潤可愛 大膽地嘗試了成人風格的筆觸 並在接下來的幾年之間 手中結合自己博學與廣伴的興趣 持續推出了更多新作品 例如1956年的科幻短片系列《Lion Books》 或是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了漫畫生物學 漫畫天文學等學習類漫畫 而漫畫天文學 也成為了第三回小學館漫畫賞的得獎作品之一 除此之外 諸如幼年像的繪本、小說、隨筆雜文等各種形式的作品 他都相當積極地予以嘗試 甚至在1958年受到了導演白川大作的邀請 委託他擔任劇場版長篇漫畫電影《西游記》的原案構成 可以說手中之蟲的創作幅度 早已遠遠超越了正常的漫畫家 不過正所謂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其實手中之蟲才華洋溢 也不可能一直在業界獨佔凹頭 在1958年這個時期開始 各個漫畫雜誌上 開始大量出現出如 桑田次郎、五內鋼吉、橫山光輝等等的人氣漫畫家 並且當時巨畫的勢力崛起 針對社會的黑暗面進行直接描述的巨畫 獲得了爆炸性的人氣 也讓手中的關注度下降很多 甚至連手中的助手們 都去租書店 租了好幾十本的巨畫漫畫 讓手中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 當時還要去接受精神鑑定 被證實罹患了神經衰弱症 但手中能成就今天的定位 絕對不只是時事造英雄的運氣 原本就興趣多運的他 怎麼可能不去嘗試新事物呢 其實早在巨畫爆紅的前一年 手中就已經嘗試過巨畫風格的創作 而在當時巨畫大流行的熱潮之下 手中也並沒有為了迎合市場 一股腦的跑巨畫巨畫 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中 將巨畫的方法論 融為貫通進自己的作品之中 慢慢的隨著時間的推進 政策的修改以及閱讀需求的改變 也直接影響了漫畫產業的模式 1959年受到雜誌風潮的興起 週刊漫畫雜誌 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 例如獎談社的週刊少年Magazine 以及小學館的週刊少年Sunday 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此之後 月刊少年漫畫雜誌逐漸視為 許多月刊雜誌也陸續消失了總計 而一本漫畫雜誌的創刊 首要任務就是要湊齊一個實力堅強的漫畫家陣容 在這波風潮中 首總志從當然也是雜誌方的首要目標之一 週刊少年Sunday的編輯部 立刻聯絡了首總志從 而首總也欣然接受了邀約 成為了小學館的專屬漫畫家 有趣的是 週刊少年Sunday 初代編輯帳豐田歸市曾透露 當時他原本相依200至300萬日元的契約費 來跟首總訂定專屬契約 但首總覺得 老子最不缺的就是X 首總認為 畫漫畫本來就是他的熱情所在 不需要特別優待他 只要跟其他人一樣就好 隨後便在週刊少年Sunday上 開始了非有博士的連載 而當時除了小學館外 其實在簽約前 首總也同時接受了講談社的邀約 但尷尬的是 因為首總最後跟小學館簽訂的是專屬契約 所以照理說是不能在週刊少年Magazine作畫的 不過明明已經答應別人了 要拒絕別人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在思考一番後 首總想出了一個替代方案 那就是推薦 時之森張太郎負責作畫 而自己則是以擔任原作的方式來履行承諾 藉此來達成一個雙贏的局面 時間來到1961年 在錢財及人才皆有的前提下 首總踏出了人生的下一步 以包含自己在內 僅僅的6名員工 成立了首總志從製作動畫部 並且馬上展開了動畫電影的製作 而電影製作公司在一般的情況下 為了能有足夠的資金開始動工 要不就是得找到願意贊助的金主 不然就是得去找銀行貸款 但這道嘗試完全無法作用在首總身上 沒錯 在製作第一部作品 某個街角的故事時 從員工的薪水 到拍攝製作的費用 所有的開銷 通通都是首總自盜搖包 畢竟首總已經說過了 老子最不缺的就是X 而這部耗費了一年時間 總長約40分鐘的長篇動畫 也完全沒有愧對首總的名稱 融獲了諸如藍絲代獎 文部審藝術記獎勵賞等多個獎項 隔年1962年 基於營運上的一些考量 首總將動畫部的名稱 正式更名為蟲製作 並且成為了該公司的社長 名稱中的蟲 除了代表漫畫之蟲 動畫之蟲之外 也因為蟲 MUSH的發音與無死 MUSH相同 所以也隱含了不死之聲的象徵 而隨著公司的日益壯大 員工署也逐漸的上升 在全盛時期 甚至有超過400名的正式員工 秉持著自己的漫畫 自己來動畫化的想法 除了原創作品之外 首總當然也積極的 將自己的作品動畫化 例如原子小金剛 斷帶騎士 以及森林大地的電視動畫 便都是由重製作公司 所推出的作品 而首總也在動畫產業的歷史中 達成了許多能名流七始的成就 例如首次製作出 長達30分鐘的電視動畫系列 製作以海外輸出為目標的電視動畫 以及首次製作出彩色電視動畫等等 正因為完成了這些新例 才讓電視動畫的新時代得以到來 除此之外 首總也開發出重複利用畫格的技術 並且透過推廣與普及畫 大大降低了動畫製作的工作量 進而讓動畫製作組 能實現每週放鬆的可能 其他還有諸如 將電子音響效果音 以及管弦樂團的演奏 當成電視動畫的BGM 將真人石井與動畫結合來製作影片 以及任用女性聲優為少年角色配音等等 真的要介紹的話 可能直接列一張清單會比較快 不過即使運用了重複使用畫格的技術 以及30分鐘的電視動畫 最少也需要2000張的圖稿 在重製作 草創時期 只有五名員工的情況下 一個人每天大概得完成66張的份量 簡直就是地獄一般的爆肝生活 再加上首總以一級55萬日元的低製作費 來尋求贊助上這點 也把製作組推入了火坑 首總會將製作費壓到這麼低的原因 是因為在當時普通情況下 一起電視節目的製作費 就差不多是50萬日元 而且降低製作費 也能讓贊助者更容易接受 還能阻止其他同行的競爭 雖然雲先的出發點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待著之後 首總也遺憾地承認 就結果來說 這真的是自己的大誤算 在許多人見識到了電視動畫 源自小金剛的大成功後 嗅到了金錢的味道 陸續投入了動畫製作的業界 因為眾人都抱持著 首總可以 那我野心的想法 所以大家也有樣學樣 把製作費預算壓得非常低 連帶影響了工作人員的待遇 針對這樣的情況 許多雜誌都發表了批評 認為動畫師的薪水會這麼低 都是首總的錯 然而事實上 這卻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動畫導演宮崎君就曾經說明 雖然因為源自小金剛的潛力 而讓之後的動畫製作費用 經常性的低落 但這只是 日本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不得不發生的過渡期 只是恰巧由首總來扣下這個板機而已 而且實際上而言 重製作的公司動畫師薪資 一點都不低廉 雖然工作環境的確很辛苦 不但得一個人當成十個人用 加班熬夜睡公司 更是經常性的狀況 但撇除工作辛苦這件事 員工的薪資待遇 可是優渥到 會讓人口水流滿地的程度 尤其是初期缺乏人力時 為了從其他動畫製作公司挖角人才 首總會直接大方地說 你原本領多少薪水 我們加倍給你 只怕你不敢來 不怕你獅子大開口 在那個人們 普遍都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時代 自用車又歸又奢侈 基本上是很少家庭擁有的 但在重製作公司的停車場 卻踢滿了員工的車子 這種人手一車的美景 不知道羨慕死了多少人 是的 光看支付給電視台的放映權費用 的確是虧損的 但在動畫一炮而紅後 重製作公司 卻透過了版權費用 賺了個盆滿缽滿 面向海外市場的作品放映權 再加上衍生而出 各式各樣的周邊商品 讓公司的盈餘直接多到爆出來 而這些預料之外的獲利 手中也一點都不藏私 通通都回饋給了公司的員工 讓員工在吃得好 過得好的同時 也存下了一筆足以獨立創業的資金 讓這些員工在未來離開時 能帶著滿滿的經驗 技術及資金 繼續為日本動畫產業的開支散業 提供一己之力 在實現了親手製作動畫的夢想後 新滿印竹的手中 重新將精力放回了漫畫創作之上 除了因應電視動畫的聯動 開始創作森林大地的重製版等作品之外 也為了與月刊漫畫Garu對抗 而在1966年創刊了實驗漫畫雜誌Komu 時間來到1967年 由於漫畫家水木帽鬼太郎作品的問世 讓業界吹起了一股妖怪蜂巢的流行 手中答案也不落人後 創作了一部世界觀沉重的神怪類漫畫 這部作品就是 多羅羅 多羅羅為手中志崇創作的黑暗奇幻漫畫 於1967年8月在週刊少年Sunday上開始連載 故事以日本戰亂時代為背景描述了一位名叫白鬼丸的男孩 因為父親的野心及慾望而被當成交易的祭品 全身上下被分成了48個部分 並讓48隻魔神拿走後 被丟棄在木桶 任入河中自生自滅 幸好遇到了善良的醫生壽海 以手邊的材料 為白鬼丸做出了一隻及殘缺的其他替代部位 為了取回被奪走的身體 白鬼丸在長大成人後踏上了旅程 並於途中解釋了女扮男裝的小偷多羅羅 兩人一起踏上了討伐48隻魔神的冒險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 灰暗的內容加上淒慘的人設 讓本作在剛開始連載時 完全無法受到讀者的青睞 連手中自己也對這樣的內容帶著些許的疑惑 所以在擔心們講述完無常假之卷的故事後 手中便在1968年7月21日暫時結束了連載 並且標註了第一部完結的字樣 雖然本作在漫畫上是以半途而非的形式完結的 但在1969年的改編電視動畫中 卻補完了漫畫中沒有交代的部分 敘述了達到全部魔神之後的故事 時代劇混搭妖魔鬼怪的元素 題材特殊也有魅力 並且透過角色的互動 帶出了人性道德的議題 更探討了人與妖的區別等哲學命題 乍看起來應該是一部人氣佳作 但當時其他漫畫基本上都是散發著正常的氛圍 所以大多數的讀者們 根本接受不了多羅羅這樣的黑暗作品 不過這種為了奪回身體而與妖怪戰鬥的設定 以及身上的一手一族中 藏有刀具或炸藥等各種武器的創意 也吸引了一群 有如邪教教徒般的忠實粉絲 推理小說家大則在昌便曾說過 手中所有作品自己最愛的就是多羅羅 漫畫家小林善機也曾透露 這種有如漩渦一般黏稠的感情 真是讓人感覺良好 此外角色扮演電腦遊戲 《亡兩戰機MADARA》中的主角摩陀羅 其角色冤心便是參考了白鬼玩的人物形象 不過手中雖然依舊是第一線的漫畫家 且作品豐富多元種類包山包海 但對於這個時期的少年漫畫雜誌來說 手中已經被視為老一輩的漫畫家了 所以在人氣熱度上 也相比從前要來的低很多 另一方面由於諸多原因 讓手中在動畫事業的經營上持續遭遇困難 1973年重製作公司 熬不過龐大的債務 最終面臨了破產的命運 而手中自己也背負了大約一億五千萬日元的欠債 陷入了人生的谷底 隨著時代的演變 《原子小金剛》已經漸漸無法滿足大眾的胃口 再加上公司破產倒閉欠了一屁股的債 作為漫畫家而言 真的可以說是最為黑暗的時期 但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 尤其對於創作者而言 許多時候危機就是轉機 長久以來在漫畫界耕耘 手中自然也解釋了不小的人脈 且教了許多舉足輕重的業界人士 1973年 周刊《少年Champion》的編輯長筆存奈三 看見不論在《少年雜誌》還是幼年雜誌都人氣低迷的手中後 便以照顧老朋友的心情主動聯繫了手中 提出希望他在自家雜誌上連載的邀約 手中也沉蒙了編輯長的好意 改變了一直以來的作品形式 融合自己的專長 創作了一部醫療類漫畫 這部作品便是 《怪疑黑傑克》 《怪疑黑傑克》為手中自從創作的醫學漫畫 於1973年11月在周刊《少年Champion》開始連載 故事以醫療與生命作為主題 描述雖然沒有醫師執照 卻擁有世界級的高超技術 而廣為人知的天才外科醫生黑傑克 即使不被詩人所諒解 依然堅持著自己的信念 與主守皮諾克一起行醫天下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最初只是打著漫畫家30週年紀念作品的噱頭 而進行的短期連載而已 原本說中是打算讓過往作品的角色全數登場 營造一個重心雲起的全明星整容 藉此來打廣告也只預定連載個四五話就要完結 結果回過神來 最終《怪醫黑傑克》編載了將近十年之久 也成為了受眾晚期的生涯代表作之一 由於預定主打的風格 是類似於綜藝節目那種歡樂熱鬧的氛圍 所以當初擔任漫畫責任編輯的鋼本三思 完全拿不出幹勁 在詢問受眾作品的標題名稱 聽到名字叫《怪醫黑傑克》時 鋼本還曾經實驗吐槽到 不是副標題的老師 是作品的名稱啦 而且實際開始連載時 不但沒什麼宣傳甚至也沒有捲頭彩葉 簡直是樸素低調到了幾連 所以事實上在剛開始連載時 本作的人氣排名幾乎都是在店裡的位置 讓編輯長碧村多次詢問責編鋼本該怎麼辦咧 責編鋼本也只能一邊困擾一邊回說 我不知道 但在角色的形象及世界觀逐漸明朗之後 讀者也漸漸被故事的魅力所吸引 在當時《少年漫畫》雜誌上的作品 幾乎都是那種偏向戰鬥的類型 雖然很汪道 卻也不免產生審美疲勞 而本作不但題材新穎 更透過單篇故事的模式 讓讀者能輕而易舉 體驗到漫畫的樂趣與新鮮感 於是雖然緩慢 但本作的人氣排名卻也順利的逐步上升 並在第50話取得了排名第二的成績 從此之後終於上了軌道 故事中所登場的患者也不僅止於人類 在不同的單元故事中 黑傑克曾有幫外星人穆乃伊、幽靈 甚至是有著感情與自我意識的電腦動手術的經驗 除了現實中引發性的疾病外 當然也出現了許多為了劇情需要的架空病症 並且黑傑克與皮諾克在醫學上的設定 其實也大大超越了現代的醫療技術 故事中出現過諸如患腦手術等誇張治療方法 首總也曾說過 這種事情正因為是漫畫 所以才可能發生 也因為如此 曾有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寫信給首總 並痛批 既然畫的是醫療漫畫就不要說謊 對於這則抗議 首總也很嗆地回應說 明明是東大生 卻連漫畫的情節是虛構的都不知道嗎 皮諾克 這個直接電腦 除了收穫了巨大的人氣 本作也獲得了諸多的獎項 列入第四屆日本漫畫家協會獎 以及獎談社漫畫獎等等 並且改編為電視動畫、真人舞台劇、電子遊戲 以及廣播劇等等 透過故事中的人物互動 影射並諷刺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異體與現象 不但開拓了嶄新的漫畫種類 也確立了抑化完結的職業漫畫風格 更有許多的讀者因為本作的影響 而踏上了醫學的道路 在《關於黑傑克》人氣逐漸穩定後 首總也構思出了新的作品想法 由於1970年代正流行著一股崇尚神秘學的熱潮 於是首總也因應了時代的要求 推出了自己風格的神秘學作品 這部漫畫就是 《三眼神童》 《三眼神童》為首總之崇所創作的科幻少年漫畫 於1974年在週刊《少年Magazine》上開始連載 故事已長期遭到欺負 平凡無奇的國中生邪樂保藉為主角 雖然個性天真無邪 平時待人忠厚老師 但他的正面目其實是超古代文明三眼族的後裔 只要私下貼在額頭上的OkeePon 露出被封印在底下的第三隻眼 就能獲得三眼族的超能力以及天才般的頭腦 雖然在三眼狀態下的邪樂 有著毀滅現代文明 付出三眼族亡國的野望 但幸好同校好友 何等千代子的族子 才免於人類毀滅的災難發生 本作除了一話完結的短篇外 也有好幾話篇幅的長篇故事 描述了校園生活以及日常之中 被捲入各種事件的邪樂景等兩人 一邊挖掘謎團真相 一邊解決事件的冒險故事 作為故事的魅力之一 手中會把現實世界存在的遺跡融入劇情中 並且以自己獨特的創意來詮釋這些古代遺跡的用處 例如位於奈良縣《九船十遺跡》 就在《九船十七探》這一篇章中 被手中解釋成古代人為了讓奴隸服從所製造的秘藥精緻裝置 故事中不但涵蓋了科幻及推力等要素 更蘊含了藝術性以及對於當時社會的顯思 讓作品獲得了相當高的人氣 並在之後改變成電視動畫、小說及遊戲等等 而因為怪異黑傑克及三眼神童的成功 也讓手中之重迎來了春天正式東山再起 時間來到1977年 之前一度中斷暫停的《火之鳥》 因漫畫少年的創刊而重開連載 手中也再度開啟了多工處理的技能 同一時間進行著《怪異黑傑克》 三眼神童、佛陀、火之鳥、神奇獨角馬 以及MW等高達六部的漫畫連載 再加上同時期吹起的文庫本漫畫風潮 手中過去的作品也陸續重新出版 同年6月又講談社出版的 《手中之衝漫畫全集》正式發行 至此正式確立了手中之衝漫畫界最高權威 以及漫畫之神的評價 而之前的其他部影片也有提到 漫畫家是一個勞心費神又需要體能的工作 所以有許多漫畫家在進入中年之後 雖然沒有發出隱退宣言 也默默的消聲匿跡 不過這所謂的常態卻不適用在手中身上 在1985年接受日本放縱協會NHK的取材時 手中曾透露說自己一天大約只會睡一到兩小時 其餘時間全部投入在漫畫的創作或動畫的製作中 雖然承認了身體能力的衰弱 但其說現在連原型也無法順利畫好 但卻對於前來取材的工作人員 表達了對於創作的強烈欲望 相當自豪地表示 只要能跨越身體老化的限制的話 就算要我再花40年到100歲也沒問題哦 我只有在創意的數量上 是多到可以拿來跳樓大拍賣的程度的 然而人生總是充滿了無常 在三年之後的1988年3月15日 受重因為突如其來的腹部剧痛 而被救護車送往了醫院 經過檢查之後被發現罹患了癌症 最後切除了四分之三的尾 雖然在5月時順利出院 並且看似與先前毫無差別進行著多部作品的產出 但卻與入院前比起來更加消瘦 體力也明顯不如從前 而在當時 手中正要出席上海舉辦的國際動畫展 周圍的家人及朋友都勸手中取消出席 不過手中只是半開玩笑回應說 不參加的話會引發國際問題的 最後他不顧重要的反對 以欠佳的身體狀況遠赴海外 雖然活動安然落幕 但手中卻在回到日本後 狀況再度額化 同年12月 手中再次進行了手術 而這個時間點 癌細胞早已轉移到了肝臟 具體來說已經是默契的狀態 因為顧慮到手中心情的緣故 所以手中的妻子便串通了醫生們 隱瞞了癌症的事實 但在隔年1989年1月21日 手中製作公司的社長 松古小珍前來探病時 手中便偷偷拜託她去打聽自己的病情 在聽聞其實是胃癌的結果時 手中只淡淡說了一句 這樣便陷入了沉默 然而即使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手中也仍然不顧醫師及妻子的勸阻 堅持著慢活的連載 雖然有持續進行著治療 但手中的病情卻沒有得到改善 甚至開始陷入了昏睡狀態 而每當手中恢復意識的時候 她便會固執地說著 給我鉛筆 但每當握住了鉛筆時 卻又會立刻陷入無意識的狀態 如此重複著這個循環 1989年的2月9日 手中之衝在半藏門醫院的病房內 離開人世享年60歲 根據在一旁陪伴著她的松古所言 手中的遺言只有一句 那就是 拜託了 讓我工作吧 完全展現出了手中對於創作的熱愛與執著 為了紀念手中之衝的貢獻 並且以漫畫文化的健全發展為目的 日本朝日新聞社於1997年 創立了手中之衝文化獎 除了以嚴格的審查來檢視漫畫產業的進步外 也透過失職的獎金 來肯定並鼓勵有所建屬的漫畫家們 在評審委員方面 並非挑選業界的權威 而是邀請經常閱讀現在漫畫的人士來擔任 並且透過評審委員名單的透明化 來保持獎項的公認性與說服力 作為一位漫畫家 手中之衝影響了數也數不清的人們 她對於漫畫與動畫產業的開創與貢獻 可以說相當巨大 而她的價值觀與信念也仍然會以漫畫的形式 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下去 並且長存於獨者的心中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手中之衝老師毫無疑問是日本漫畫史上最具傳奇系的人物 在廣大的荒野中 她走出了屬於自己的道路 更在無垠的黑暗裡成為照亮眾人的一個繁星 那在影片的最後也非常感謝Bookworker 這次特別做了聯動優惠 2022年12月21號到2022年12月31號 在Bookwork上購買手中老師的書籍 就可享有85折的優惠 另外在2023年1月5日前 購買2022年度暢銷金榜作品 新會員購買最低享有67折 05千年加加9就是今年的暢銷作品 全套9冊原本是495元 新會員現在收購只要334元哦 不論你想回味手中老師的經典漫畫 還是想要看看最近流行的暢銷作品 都可以加入Bookworker 輕鬆地享受漫畫的美好 也希望你們今天都會喜歡手中老師的故事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按讚 按 workshops 按鈴 按照 按 Simpleάν 按 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